有需要參與的意思 包括還未配對的意思 或者是你打算報名 了解一下 在寶天的這幾年之間 其實在疫情之下都是不斷去應變 但是唯一不變的就是無論有沒有疫情 我們都非常缺乏儀私來幫忙 我們長期都有幾千個小孩、三千個小孩 在等候合適的儀私出現 所以你們的報名、你們的參與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其實在具體的一對一補習需要留意或者經驗分享 剛才Hannah也說過 之後我們同事阿安會說得有些數據和之前 我們有一些累積的經驗可以分享給大家 之後剛才Dokers也說了一些我們經驗的儀私 分組會和大家再去交流 他們其實已經是了解或者熟悉已經比我好 所以我就不在這些具體的運作上去浪費大家時間 但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三個剛剛應屆的 DSE 的學生 即是升讀大學生的故事 我覺得很貼切地這三位的學生都反映了我們寶天一對一 對於這班學生的重要性或者支持 其實我們每年DSE之後 我們每年都會了解我們那個應屆的學生 他們的成績 升讀大學的情況 因為我們會有獎學金的 所以每年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統計 而有當中某些同學也都會表達 或者我們都會問一下他和儀私的補習經過 為什麼會有這麼好的成績等等 所以這三個我想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個是一個叫阿楓 其實我在我的Facebook 其實也有說過 這個阿楓其實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寶天的學生的情況 就是他在中一的時候 是一個英文就是很差很差 就是考試十幾分 也是作援家庭 因為寶天的孩子也是作援家庭 所以他的家人就算是想幫他 幫他補習 也沒有能力負擔 幸好也找到寶天 就配了一位老師給他 那位的兒師 結果那位兒師其實是陪伴了他整個中學 他在中一開始就找到我們的兒師陪對 然後一直去到DSE 一直去到DSE 其實這位阿楓最終他是23分 就是那個DSE中了23分 入讀了大學的 我想說的是其中阿楓他講出的其中中間 在這一年去到備考的時候 由於疫情大家都在家裡 所以他得不到老師的支援 跟同學仔由各自為戰 那一段時間他的壓力都很大 一段時間他都差不多 以他的演員差不多都想放棄 不想再繼續堅持 但是幸好在這個時候 兒師都會經常WhatsApp他 在網上跟他聊天 聊天 分擔他的憂慮 減輕他的壓力 結果他就是這樣堅持下來 然後至少他的考試也沒有失準 所以23分對入封來講 是一個非常之滿意的成績 尤其是英文 他是考了第四級的 就是補習英文有十幾分 毫無希望他預計自己是第二級 就是最多現在是第四級 非常之好 所以這個其中一個例子 是我們兒師對於學生那種的支援 不僅僅在學業上 甚至上就是在他的心靈上 在他的情意上的支援 都是相當重要的 這個封最後他在講一個 都相當鼓勵性的就是他 因為這樣他是想讀 港大的教育學系 或者想做一個老師 然後去到教授 他就說好像以前的他一樣 以前的他一樣都是無助 都是沒有信心 但是得到兒師的幫助 他就有一個不同的發展 或者是一個新的未來 其實他還講了一點 就是他開頭初中寶的時候 都還是屁股的 有一次我記得好像是李遜 就分析了他的 教導分析 然後點醒了他才慢慢去改變 所以剛才聽到說了解學生是什麽人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有些可能是要周圍嚴厲一些 有些就是要一些可能溫情一些的 但是那個前提就真的 我們要先跟學生建立了 就是他信任的關係 那你就可以去 跟他有一個再進一步的交流 或者是一個引渡 第二個大學生就是他的分數是更加高的 他叫海榮 好像是27分 26分 他說多謝就是他異師的不斷去督促他 異師也是自費買一些教材 然後在過程之中大家都分享他的生活 其實他已經停了步 他已經進入了大學 他第一時間都是跟那個異師補起 大家也變成一種亦私亦有的關係 因為他說這個老師跟他來說 那個年紀就不是說相差得太大 所以這就是一個朋友關係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補天儀師 其中一個一個角色來的 就是一種亦私亦有的角色 在那個補習之餘 會建立了這種這樣的友誼 這個海榮其實是入了理大的物理治療系 這個是他的心願 所以他也是成功了 第三個大學生 這個就特別一點的 因為這個就不是我們在今年調查 他進入了大學的大學生 他表示的故事 而是我們的委員會在今年實習期間 因為委員會我們都是來自很多大學的 他們在他自己的大學裡面 就去找有沒有之前是補天的學生 而是有一個故事去訪問 這個全部是委員會 然後委員會就出了一個報告 這個學生去導語情 很有趣的 這個學生的經歷 補天是什麼時候呢 原來這個學生只是補了小學 即是他在小學的時候 是在補天有兒師幫助他 升到初中之後 他就基本上已經不需要 不需要移補 所以整個中學差不多都已經沒有了 是義保老師 但是他最終是進入大學 即是他的成績都不錯 他說回他覺得 雖然他整個中學沒有 但是小學那個階段 那個兒師對他的幫助 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他的題目就是 正因為他在小學遇到最大困難的時候 在兒師的幫助之下 就令到他可以 至少不會落效於人 甚至上是建立了信心 他之後才是有 對英文的成績會是這麼好 這個都是我們補天一對一的其中一個價值所在 因為我們也知道 在香港很多的基層的小孩 他第一次出現的困難 或者第一次出現最大的困難 就是差不多就是初小升上高小那段時間 因為課程深了 急了 競爭大了 而他們的家人都是來自基層 已經開始在學業上幫不了他 你小一小二我都教到你 數學 中文 甚至英文 都可能一兩句我都教到你 但是你去到高小 那個已經是心得很重要 往往就在這些小學的這個階段 是出現了他第一次的難關 如果我們可以及時地在這個難關已經幫到他度過 其實他可以好像正常這樣去應對應付 不會是在這個第一次的難關 他就受到困難之後 就變成一個落後的學生 甚至上是一個被人覺得忽略的學生 然後他自己也出現了信心危機等等連帶的影響 就會影響到他對學習的動力和信心 所以也不能小看我們 譬如說短短地陪他在小學行的這個階段 或者是某一個階段 其實這三個月的半年這一年 對我們學生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課程這個個案就是 雖然他只是在小學部 但是這麼多年後 都討論和寶天儀師的關係 他都非常欣賞或者是印象深刻 在那個時間我們儀師對他的幫助 所以這三個學生的個案就是很具體地去展示了我們寶天儀師的角色 或者是他的價值所在 我們不僅僅是在學業上的支援 我們亦都是一種心靈上的情義上的支援 我們不僅僅是一個補習的老師 我們亦都是一個朋友 一個逆思逆遊 一個人生的導師 剛才聽說和家長的關係都很好 這就變成一個更近的關係 第三就是即使可能只是陪他走過一段時間 或者很久之前陪他走過一段時間 但是這一段時間對他們 或者對這種孩子的支持和幫助 可能是非常關鍵和重要的 所以再一次多謝大家可以來參與 我們二師的團隊去幫助這群孩子 都說一些數據比較鼓勵性的 所以這純粹是數字 就是我們從2003年 我們一個大學生都沒有 在今年我們就有113位補天的學生 我們在講的是Degree的數字 如果你算上High Depth、Soul等等 那可能是超過200也不一定 所以雖然一百多位 超過今年有七百多個學生 DSE 可能數字比例都是很少 如果你放在比如說Band1名校的情況 但是大家不可以忽略就是 我們這批學生來補的時候 我們其中一個條件就是 補習的課程的成績其實都是差 我們才會接受的 所以有一個這樣的數字 113的數字 其實這十年來 由幾個到幾十個到去年超過100個 今年就是113個 累積就是452位的大學生 452在說八年、九年 是一個很可能未不足夠的數字 但是對於這452個小孩來說 就不是未不足夠 因為這個是足夠可以扭轉他們的人生 創造他們的未來的一個很寶貴的機會 就不是一個數字 所以大家的那個付出 其實都是有價值 而且都是很具體可以看到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大家的疑保的辛苦 我覺得都是值得的 我希望二師可以堅持下去 或者是我們召喚更多的有心人 一起來幫助這一群的小孩 那幾位他們的明天 其實也是我們香港社會的明天 可以取得一份力的 那 我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再一次多謝大家 多謝了 多謝校長的分享 那其實營生會之前 我們已經收集了一些 異師想問的問題 那我也有整理到有幾題 那我可能代表這麼多位 異師去問一問校長的 那第一個呢 最常見的問題呢 就是他們就說 學生的動機很低 那怎麼可以鼓勵他們 就是參與補習呢 這個呢 我沒有一個 怎麼說呢 沒有一個方法 就是大家拿著這個 他們就可以了 有我們就不用這麼辛苦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這個即使在我第一天 十幾年前去面對的學生 會出現的問題 到今時今日呢 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因為第一就是 每個學生都不同 每個學生都不同 我們很難有一個 一刀切的方式去做 這個也是正正 我們學生需要異師的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在學校裡面 由一個學生去面對 一個老師去面對幾十個學生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沒有可能 也都沒有時間 沒有心力 沒有條件去提升 每一個學生的動機 但是我們異師是可以 因為我們異師是針對這個學生 只有一個 所以你就可以有比較多的時間 比較多的空間 用無數的方式去嘗試 去幫這位學生去提升他的動機 所以我想說的不是一種方法 我想說的是一種心態 只要你有這一種的心態 就是我發現這位學生 學生都這麼低的 當然低了 不低他都不來 不低他在學校已經很好成績 不用彌補的 或者他想彌補我們都不給 因為他已經這麼厲害 所以來到的一定是 大部分都是動機低 好了 動機低的英學生 我們就是怎樣去幫他 很明顯你不幫他來說 學校老師幫不了他 家裡不懂得幫他 他是有利的 在這種的心態之下 我們自然就會尋求無數的方法 這個方法不合適 我們就試下一個 下一個不合適 我們再試下一個 用不同的方法 我們嘗試去調動他的學習的動機 當然我們也會自己去裝備自己 比如說剛才Tofcas說 我們有學習可以教 是怎樣提升低動機的 或者網上其實有很多 或者自己都可以看書 有方法上面的 有心靈的鼓勵上面 有先建立關係 有現一個目標給他的 等等等等 有由低才給他一些錢 這些各種其實是在這裏 欠缺的就是針對他的特性 和我們的心 怎樣去找這個料 所以這個我就絕對信任我們的儀師 你有些心來做 因為沒有人逼你 你又沒有錢收 你一定是有心幫這個學生 在這個心態之下 你自然會去摸索 你自然會去找其他的方法 所以這個心態是重要的 第二個最重要就是一個耐性 是一個耐心 一會兒可能阿安都會說 你也知道的 就是我們千萬不要試一兩次 我們就放棄 試到一次方法不行 試到第三次方法不行 第四次我們就不試 覺得他還是沒得救的 不是的 你試到第四次 你可能要試到第八次 這位學生才撞對他的頻道 他一開竅就不同了 所以在意思來說 因為我們沒有給兒子任何的壓力 沒有給兒子任何目標 你兩個月之內 一定要讓他認識某某某某 所以你有足夠的時間 空間耐性 慢慢去到摸索 令到他可以提升 我們有一個意思是 一個月那個學生不抽不採 他一個月四五次都是他自己自講自話 然後不斷想去觸動他 結果去到第五次學生終於肯抬頭和他談第一句 之後就 現在的學生已經主動要問他拿功課 做了進步 所以我覺得這個給學生耐性空間 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是 好 謝謝學長 那我問多最後一題 都是比較多老師問 可能都很常機會問的 就是覺得我們這些同學生 外面都有很多其他資源 可能有其他補習 有其他很多活動 可能你就想問一下寶天 是怎樣篩選學生 或者會不會再有嚴謹一點的篩選 寶天的篩選 就是我們可以叫篩選的 不用這麼嚴謹 寶天我們服務的對象 就是有兩個條件 只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經濟上的條件 就是縱援家庭 又或者有些可能是其他問題 申請不到縱援 但是它是書寶津貼全面 就是全樽的同學 簡單來說就是在香港學生裡面最窮的一批 所以這是一個經濟上的條件 第二個就是學業上的條件 我剛才也說了 其實在這個教育體制之下 貧困的小孩 其實有些都可以適應到 甚至上是學得到的 所以他可能讀得很厲害 你讀得很厲害 我們就不會用二絲去幫忙 即是說你本身有B 你想拿A 那個的需要性是不及的 其實有很多是陷於學習困難 底那幾名 甚至上升班都有困難 我們去幫他讀過這個難關 尤其是我們本身的儀式已經不夠 我們的資源 我們的規模 其實都只能夠先幫助最急切需要的這班 所以就是這兩個條件 其實只要符合這些經濟和學業條件 基本上我們就不會再做額外的篩選 我都沒有打算再嚴格一點 去做什麼的篩選 其中一個的原因是實際上 那個運作上的原因 實際上我問過 其實你每做一個更嚴格的篩選 以我們的人力、物力 其實那個是倍增的 那個是幾何級的倍增 而且也會因此而引致很多 很多的一些誤解 糾紛等等的情況 在寶天這一個我們是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只是最簡單 你有全樽 你展示你的全樽 那種證明 因為政府幫你做了 你在縱緩 你便收縱緩的家庭 要我們自己去調查 就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這個是實質上的分量 第二就是其實寶天 當初我創立 我都是盡量我們看看我們能力 可以幫到多少多少等等 在這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不想變成一個好像 政府暗示的機構 以一個懷疑的心態去到先去篩選 或者很嚴格的樣子 甚至你來尋求意思的幫助 你可能又要面試又要什麼 這一個我覺得都違背了那個懸疑 我覺得機場去參加協助 他都應該有一定的尊嚴 我們都要給他一定的尊重 我們就不像茶家宅一樣 我們只需要知道 他有基本的經濟是需要就可以了 至於他的資產 比如說有些人說 為什麼那個學生都有用iPhone的 這樣的情況下 我自己都從來沒有用iPhone 我都是用一兩千元的情況 但是這個如果你再去覺得 他身邊的用具 或者你覺得這個袋子好像有二三百 或者是五百 你這麼窮為什麼可以用一五百 我就不會再幫你 我們就變成一個稅務署的審查官 因為我覺得機場的物件 如何運用 可能有人送給他 可能是怎樣怎樣怎樣 有親戚等等 這個我們就不會做得到這麼緊的 所以無論是在實際運作 我們做不到也好 還是其實在理念上 我們對於參加協助 有一個基本上的尊嚴上的尊重也好 我覺得縱援的證明和全中的證明已經足夠 所以我都希望儀師可以明白到這一點 當然你說縱援也有婦戶 那些黑二門政府 那些是犯罪的情況 這個實惠是有少數的 但是你連政府都查不到 我們就更加難去做 所以我也不想因為一兩宗可能是特別的個案 影響了99% 其實應該是照顧到 應該是有尊嚴地照顧到的這個無對象 那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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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